佛州州長Ron DeSantis跟他的州 才剛經過了一個非常可怕的颶風災難 然後他做得很好 災情處理、資源分配 跟聯邦要求各方面的補助之類的 是個非常傑出的一個人 他出來說 很不幸的還是有人在這場颶風當中死去 但是很幸運的是 這個傷亡人數遠低於很多人估計出來的傷亡數字 我們做了很多災後處理還有救災的工作 但是現在很多建築物被摧毀了 我們很多人在一堆被摧爛的廢區當中 有的時候就是有些壞人會出來利用這個時候來打砸槍 而且已經抓到了四個壞人 其中三個是非法移民 他們想要利用這樣的災情出來偷東西 來搶東西 他出來開記者會說 我們這個州是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州 打砸搶只要開始子彈就會開始飛 所以壞人們你們自己要小心 三思而後行 不太多 我們在那些地方很嚴重 特別是在那些地方 我們很嚴重的地方 是我們要確保保護法律 不要想要盡力 不要想要盡力 在這個困難的情況下 所以公司的法律 都在監視那裡 我告訴了Kevin 如果這個州需要幫助 因為你可以有些人 把船進去這些島 然後拆散人家 我可以告訴你 在蘿莉達州 你永遠都不知道 什麼可能會在那些家裡 我不會想要盡力 因為我們是第二修正案的州 各位先生 我們來到St. John's County 太完美了 是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大家应该就可以想象了 就是一群左派的人开始在那边说 天哪 这简直是种族歧视啊 佛州到底有没有王法 每个人都可以出来当蝙蝠侠吗 偷个东西就有可能被打死 佛州太可怕了吧 他是在鼓励人屠杀黑人啊 还有屠杀非法移民啊 美国又回到1960年代或者之前啊 事实上就是 黑人也不喜欢被抢 就算是非法移民 他们也不想被偷 黑人也可以使用宪法第二修正案 西语义的人也可以使用宪法第二修正案 非法移民他就是非法的 宪法第二修正案 在这个情况下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坏处的一个宪法 当坏人想要投机取巧的 利用自然灾害的结果 来偷东西的时候 来抢东西的时候 我们是要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 我们有义务要保护我们的家园 这个在这个警察还有军队回复 可以维持治安之前 我们有义务要让我们的自己的社区 不会遭受这个样子的打击 另外一点就是左派在那边说的 就是种族歧视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个指标了 我现在看这些政治人物 只要那个人越常被左派说是种族歧视 越常被说成是白人至上 或许那个人就越好 而且越有知识 现在好像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因为种族歧视现在只变成就是 我不喜欢你 你好坏的代词了 跟种族一点关系都没有 Chanian West一个黑人 可以是种族歧视白人至上 Candace Owen也可以 Larry Elder也可以是白人至上 所以说种族歧视 Racist 白人至上 White Supremacist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词了 所以当左派越常这个样子叫你 就表示说你做了越多正确的事情 那这个例子还有像民主这个字 左派最爱的字 全台湾人的骄傲 民主 但是这些人其实他们是憎恨民主的 他们不希望人有其他选择 而且他们公开的反对民主 什么同婚法案 变性人法案 性教育法案 这些东西都是被民主拒绝的 但是这些人不在乎 他们其实是反对民主存在的 但是他们常常说 他们很民主 他们就是民主 其实只是想要说 他们很好而已 没有任何意义的存在 自由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被他们扭曲的字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